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则青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在家办公,工资怎么发的问题 因为这次新冠肺炎,很多企业都选择了在家办公 我们公司也是,一直到本周我们都是在家办公的 下周具体怎么办公,到哪里办公,还没有接到通知 应该会在周五的时候给我们发公告 我看好多网友都说他们的工资减半 房租也交不起了,房贷也还不起了 还有很多网友说他们工资是正常发 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工资 但是我们是可以按照两倍工资发的 因为我们节假日是按照两倍工资来发的 除夕还有初一,初二,应该是三天是国家规定的吧 是按三倍工资来发 然后平时在家上班,如果周六周日加班的话 我们也是按照两倍工资来发的 刚好今天我们统计了加班,还有考勤 我们如果能够提供有效的加班证明的话 都是可以申请加班费的 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一点还挺好的 在这里非常感谢公司的照顾 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特殊疫情时期在家办公室属于正常上班 所以企业应该给员工发放全楼工资 按照60%发工资是不合理的 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希望公司能够善待员工 员工也需要理解一下公司的难处 和公司一起度过难关 说实话我现在很想去上班 因为能去上班的话 就意味着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还有就是在家上班真的好累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反正我在家工作几个小时之后 浑身难受 在家办公并没有我以前想的那么轻松 我觉得在家办公就一直都是处在 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我也想念我的同事们了 真的就是每个月都没有见面了 非常想念 也怀念我们一起在公司食堂吃午饭的日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引起了大家在2020年的各种改变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疫情能够早日滚蛋 然后去见想见的人 然后一起去吃火锅 也相信这一天应该很快就可以到来了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那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上班 拜拜 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